OdioJungle 中查找,却根本找不到辉州,因为辉州是值钱的称呼,现在的辉州分属于三个省,其中安徽占有辉州的主体,那么,作为安徽的代表,当年十分繁荣的辉州,为何会被三省划分呢? 其实辉州被瓜分是分时期完成的,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,辉州的一部分被划入了江西,在明朝时期,江苏和安徽原本是一家人,都归属南直立管辖,即便是这样,当时已经出现了辉商的说法,此时的辉商,基本上是指安徽南部的商人,清朝入主中原之后,面对经济强悍,人口众多的南直立,清朝十分担心, 为此,在清朝康熙再废的初期,清军把南直立江南省一分为二,江苏是江宁与苏州的合称,而安徽其实就是安庆和辉州的合称,由此可见,当时辉州地位非常高,由于位于长江下游地区,依靠便利的水域,辉州的经济条件也是不错的,到了清朝统治的后期,爆发了那场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,在与清朝作战的过程中, 安徽南部是双方反复争夺的地区,由于战争的严重影响,辉州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在清朝末期,辉州的经济虽说有一定的恢复,但是再也没有达到清朝中期的水平,辉州属于安徽南部,但文化上与江西完全不同, 这注定了被划分之后,会出现强烈的反弹,一转眼到了三十年代,当时的日本,已经虎视眈眈,处于军事防御的需要,辉州被划入了江西省,原本辉州有六个县,现在,辉州被划入江西,立刻遭到了各方的反对,但在高层的压力之下,辉州还是被划给了江西上饶。 此外,还有两个不大的乡镇,被划给了浙江,1945年,物源曾经短暂地回到安徽,但几年以后,再次被划给了安徽,到了1983年,黄山成为了县集市,这是辉州的两个县组成的。 四年之后,黄山被提升为省辖市,由于黄山的辖区面积太小,最终将辉州的四个县划入了黄山,此外,继西县被划入了安徽的宣城地区,直到现在,仍旧保持了这个模式。 其实除了徽州以外,安徽境内还有一个是发生了重大变化,那就是潮湖市,潮湖原本是地级市,但近年来被降为县集市,原来属于潮湖的辖区,被周边三个地区瓜分。 你是ayı汉地熟,从ject里面积一轮 stud,被奇挤地区瓜分。 sudden, Arrow